東京十社之一的跟津神社在每年9月的中下旬 都會舉行大型的祭典活動 跟津神社勵行大祭 據說這亦都是江湖時期的三大祭之一 場面熱鬧非凡 祭典的重頭戲當然是各種神轎隊伍的遊行 這種遊行叫做神雨道雨 即是神轎出巡的意思 隊伍中的人群都會著想代表自己雙號的傳統服飾 守在神轎旁邊出巡 神轎就由數十名壯丁負責抬起 他們會一邊高叫著口號 一邊有節奏地搖擺 不要看他們好像很輕鬆 這種精美的神轎 重量一般都重達500公斤 真是少點力都不行 就現場所見 無論男女老少都非常熱衝這號活動 熱烈的氣氛甚至還感染了一群外籍人士 現場在老師傅教他們抬神轎的技巧 每個人都玩得不易樂乎 巡遊會從下午兩點開始 一直遲讀到傍晚的七點 遊行路線圍繞骨筋千一帶的主要街道 而目的地當然就是跟蹤神社 在祭典舉行的當日 廟會也是必不可小 裡面有我們熟悉的流金魚 套圈之類的活動 玩累了還可以到園內特設的美食區 悠閒地在座位上享受角色的地道小食 我最喜歡爽口的章魚小丸子 和美美的日本和牛 跟蹤神社的禮行大祭 除了食和玩還有表演體 在流門旁超過300年歷史的氣陀上 還會表演日本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三座之舞和圖安舞 喜歡的朋友千萬不要錯過 跟蹤神社擁有1900多年的歷史 除了夏天的禮行大祭之外 春季三千珠杜鵑花同時盛開場景 還有迷你版的千本尿具 都非常值得看